那我們就來看一看題目吧 他說這有一個反應2A加B變3C 然後有這麼多的A這麼多的B 然後產生這麼多的C 請問你何者正確 這裡要注意啊 他給了2A加B變3C 那個2,3叫做均衡係數 均衡係數代表的是莫數 莫數不是質量 莫數要變成質量 要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這題沒有欺騙你給你分質量 所以你也不會成 可是有人會以為那個2跟3有用 沒有用 這題沒有用 為什麼這題沒有用 因為他已經給質量 已經給質量 還需要換算嗎 不用換算 所以就前面會等於後面 所以呢質量守恒 前後質量不變 所以反應前反應後就應該這樣 X加Y會等於Z 在這題裡面那個2跟3是沒有用的 可是如果我不是給質量 我給的是分質量、原質量 那個2跟3就會有用 因為你要把莫數變成質量 需要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OK 所以就這樣子 他有多少的很簡單的 直接帶質量守恒定律就會出來的事情 平車戰界問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26號 26 26誰 26號在哪裡 郭桑 C 有人喊A 有人喊豬 你唸C喔 好 沒關係 C 反應前是16加36 就叫做82 然後生成了兩顆C 所以就要80顆的豬 就是前面等於後面 加加減減就出來了 而且這裡沒有過剩 這裡沒有過剩 比如說A過剩 你還得考慮一下過剩 用掉沒那麼多 這裡又沒有 所以比較簡單 然後呢 30公克的鎂不完全燃燒 什麼意思啊 不完全燃燒就是說沒有用完 沒有30克全部燒完 燒完之後呢 連那個沒有燒完的鎂 總共46克 請問你有多少的養家進來 好 多少養家 好 來 這個 大美女 美女叫做11 11 11喔 C C B AB的B 請坐下 你答案選B B 好 好 好 那個 煤燒完的鎂就在46克當中 表示全部的鎂都在裡面嘛 就是30嘛 所以46-30 剩下就是氧 所以呢 我們就答案就告訴我們 氧呢 就是16克 很簡單 簡單小問題 直接 就是把質量加加減減 就出來了 就是 透過就是質量守恒定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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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